今天7月13日凌晨 郭美美一身黑衣低調步出監獄大門 凌晨2點35分左右 監獄門口一聲鐵門聲響 郭美美走了出來 不出監獄大門的郭美美戴著黑色口罩 身著黑色T恤 黑長裙 一名中年女子從一輛車上下來後 直接走向監獄大門將她接走 另有幾名身份不明人士等候郭美美上車 郭美美全程不發一言 見到記者拍攝也沒有遮擋 看似十分淡定 上車後 汽車迅速駛離監獄區域 現年28歲的郭美美出生湖南 8年前的2011年6月21日凌晨 微博取名為郭美美卑鄙 實名認證身份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用戶 發出一條博文 小白現行把小迷你開出66 開著有點不習慣 郭美美因為2011年這一條炫富微博而進入公眾視野 隨後 郭美美大量炫富微博 包括展示名牌手袋豪宅豪車的圖片被網民一一找出 因其在微博上以紅十字會身份炫富引公眾嘩然 並引發輿論對於紅十字會捐款去向問題的質疑 並簽署其內部貪腐醜聞 令紅十字會自此一蹶不振 募捐一落千丈 雖然中國紅十字會公開聲明稱郭美美與紅十字會無關 但始終無济於事 後 警方聲稱郭美美以商演為名 曾多次進行信交易 每次架碼高達數十萬 2014年 警方以郭美美因涉嫌開設賭場罪被捕 後獲刑5年 今天終於結束其5年牢獄生涯 以上是歐洲西方之聲記者葉一帆報導 本集中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